那首先呢我要报告我的病情 就是我在三个礼拜前呢 回北医回诊 然后看我的断层扫描报告 事实上我的肝又长了两三颗的水泡 然后我的主治医师他希望我动手术 我就很委婉的跟他说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能够水泡消失的话 那表示我赢了 如果不幸的他有蔓延的话 我就乖乖的动手术 因为事实上我想你们都知道 其实犬马是很伤身体的 虽然犬马很爽 我可以睡得很深沉 但是因为我常常犬马我的身体会沾黏 我的血管沾黏 所以我其实还要去基隆放学很麻烦 那好像原本就说肝是有份好 对啊我 我住院那一天你有来啊 就是说肝已经那时候有了 对那时候已经烧掉了 9颗还是10颗我忘记了 10颗啊现在又多3颗 现在又多对多了3颗 所以不要也是电烧就好还要开刀 电烧就是开刀啊 电烧我就是要上全马 而且他那个针是这么长的 然后那个医生还要从台大调过来 他说只要他在我不用担心我的生命有危险 然后听了就很爽 吃了地心丸 所以我不会担心我挂了 对就算没有做心目性的化疗 医生也是觉得OK这样 对啊他尊重我的选择 事实上我并不是 不做只是说目前我还没有觉得我有严重到我需要做化疗 然后我也担心如果我做了化疗 我的体力会很差 食欲会不好 姐是不是担心之后治疗费啊 或是现在目前的 没关系我拿房子去贷款 不用担心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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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开玩笑的 因为唐宁说他花了500万 我心里想怎么会这么贵呢 我希望我就是吃吃滴完就可以权益了撞得像一头牛 我朋友每次都问我 欸顾姐你好不好 我跟他们说我好的很 我撞得像一头牛 然后我的笑声都还比他们大声 事实上不止今天晚上 礼拜四我还约了一趟下午茶 如果先是花43万还是当海的住友 全部啊 TOTO 对 我来点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